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刑处长邱世平 各级地方名义代表等贵宾及地方人士 丽临典礼 卓县长表示 恭喜我们田中的乡亲 我们贵民服务的目标 一定要不断的向上提升 我们行政效率一定要不断的达到最好 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洪议员表示 那么我希望接下来就是要鼓励我们所有的警政同仁们 我们的职责 还有我们公务单位 对于我们民众的一个服务 一定是站在第一位 我们期许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的所有的一个付出 在这里也代表所有的证明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的历领 最后祝今天的落成典礼圆满成功 蔡局长表示 今天田中派出所我们看到这一栋宏伟的建筑 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今天同仁有那么好的办公环境 我在这里要祈勉本局的同仁 一定要针对 本局的五大重点工作目标 第一 治安 第二 交通 第三 卫民服务 第四 优良的警察风际 第五 团队合作 更要积极的落实有效来执行 让我们共同为我们的乡亲 营造一个安全的 优质的居家生活环境 这两栋的建筑物完成以后 我们能够更有效的 为我们的乡亲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祝祝大家健康快乐 平安幸福 谢谢 各界的长官来参加我们 田中派施所落成启用典礼 我们是以办喜事的心情 来庆祝今天的落成启用典礼 也希望我们自己分局的所有同仁 把这个治安交通 卫民服务的工作做好 不辜负我们盛民的期望 谢谢 96年田中派出所 占迁至田中镇公管路240号临时办公处所 并在旧址进行厅设重建 于99年11月25日正式动工 101年1月20日竣工 总建筑经费共计新台币3600万元 新厅设占地186平 三层楼共328平 兼具现代时尚及典雅简约风格 展现格局方正及美轮美奂加构 另在建物边 辟建搭配环境美学的停车场 供洽工民众使用 公益频道陈文朔 田中采访报道